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去给大家讲世界奇妙物语系列,恐怖特别片《冥婚》 视频无恐怖画面,胆小的小伙伴可以放心使用哦 故事开始,公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次父母急忙叫公子回乡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那就是乡亲,不过不是给他乡亲 而是给他已经过世了很久的姐姐乡亲 父母担心姐姐一个人在下面会孤单 于是专门找到了能通灵的媒婆 灵婆可以让那些尚未结婚就去世的人见面 如果相互满意,就将两个人的名字写在灵牌上 然后挂到祭祀场,这样两个人在阴间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第二天,父母带着姐姐的牌位去见灵婆 双方家人也算见了一面 这时灵婆念了一通咒语,相互介绍了辞者 之后就让随人离开屋子,让鬼魂单独相处 公子有些半信半疑,离开屋子时回头看了一下 竟真的看到两个鬼魂 男鬼还抬头看了一下公子 公子被吓了一跳,赶紧离开了 相亲完毕后,灵婆告诉公子父母 两人有缘无分,没有要在一起的意思 父母听后很伤心,公子看到父母伤心 特意找灵婆问明原因,结果灵婆告诉公子 男鬼遇到了喜欢的人 如果要冥婚,务必要这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你 公子被吓了一跳,但又觉得难以置信 第二天,公子回城和男友约会 走在路上感觉很不对劲 结果一个花盆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他 到车站等车,明明周围没有人 却感觉被谁推了一下,差点被近站的车撞到 公子开始有些害怕了 见男友后和男友说了此事 男友让公子不要担心,可能遇到的怪事只是巧合 突然,公子看到远处有男鬼的身影 一转眼就不见了 男友为让公子放心,独自去查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男友爱慰公子不要担心了,肯定是看错了 可正准备回家时,旁边的木头倒了下来 男友推开了公子,自己却被砸死了 公子也受了惊吓,住了院 可当天半夜,公子在病床上睡觉 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 睁眼发现男鬼正在掐他的脖子 差点就被掐死了 还好及时按了病床上的呼叫器 男鬼听到护士的声音,赶紧离开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后,公子很害怕 于是找到了灵婆,求灵婆救救自己 灵婆看到公子,就看到了公子所经历的一切事 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让灵婆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未婚就因病去世的男子 于是家里人给他办了一场冥婚 可却违反了规矩 在本该写死人名字的灵牌上 写了活人的名字,挂在了祭祀场 结果那个活人未婚妻没过一周就死了 所以一定不要在灵牌上写活人的名字 公子连忙问道 如果自己的灵牌已经被挂在了祭祀场 该怎么办 灵婆无奈地说,如果那样的话 谁也阻止不了 她会来接你,共赴黄泉路 说到这里,男鬼突然出现 抢走了一块灵牌 可帽子掉了下来,竟然是男鬼的妈妈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鬼妈妈做的 为了怕儿子孤单才想杀死公子的 现在她拿到了灵牌,跑去了祭祀场 灵婆让公子赶紧去阻止 千万别让她把灵牌挂上,不然明婚就成立了 公子赶紧跑到了祭祀场 看到男鬼妈妈刚写完名字准备挂上 千金一发之际,公子抢到了灵牌,摔到了地上 灵牌碎成了两半,明婚是结不成了 男鬼妈妈也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公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准备下山 可这时,公子男友的母亲打了电话过来 说自己儿子一直很喜欢你,就想和你结婚 可生前没结成,于是给她办了个明婚 把公子和儿子的名字写在了灵牌上,挂在了祭祀场 希望公子不要介意,就做做结婚的样子 公子也回头看到了自己的灵牌 又想到灵婆说的话,被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结果从山上摔了下去 此之前,看到了男友的鬼魂 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小时候,洛洛也看过关于明婚类的小说 当时被吓得半死,不过现在再看 竟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恐怖程度 即使灵异事件,信则有,不信则无 不相信就不会害怕啦 所以洛洛以后会多讲一些恐怖黑暗类的影片 喜欢就赶快关注吧 咱们下期见